我怎么觉得这条路有点熟悉啊 你当然严手啊 你抬头往顶上看看 哇哦 好高的楼 这么高的楼 买一层起码得几千块吧 这个黎毛啊 我们这个世界呢 想要房子的话 需要从饥饿游戏中获胜五碗 才能得到房票 你哥哥我就已经买了三套房子了 怎么样厉害吧 饥饿游戏是什么 不吃东西比赞吗 那我可不行 吃东西多欢乐呀 我觉得你就别和他扯那些没用的了 还不如教教他怎么样在野外生存 你们问他山上的味道 想到我都觉得野兽闻到都想把它叼走 说的也是 那我们先去给他弄一身装备吧 抗议抗议 我就是要消消的 那里有个箱子 应该是补给物资了 放着我来 本大爷的上帝之手 一定会开出一成套 现代战战大礼包的 哇哦 这个箱子里有三个面包呢 面包 我记得赛场里所有两格的大箱子 都是武器补给箱啊 而且看这里的痕迹 根本没有人来过这里 我好像想通了点什么 你们过来跟我做个实验 冯灵姐 你把这把手枪放进箱子里 你的意思是 好了 你去开这个箱子 哇 里面又有三个面包 我知道了 这个箱子就是送餐车 我就知道 既然作为哥哥的我有着欧气满满的上帝之手 那么作为妹妹的灵萌 肯定是运气超烂的撒蛋之手 我单方面决定以后 灵萌不许碰任何箱子 保险期间任何容器也不许碰 面包不好吗 我觉得我运气应该也很好啊 要是放进去一个面包 然后又能刷新出三个面包 那我们就不用为吃的发愁了 那你试试 咦 怎么变成胡萝卜了 三个宝石图变成两个了 那我再把胡萝卜放进去 咦 怎么变成曲奇饼了 变成一格了 我就不信了 好生气啊 姑子 你过来 怎么了不理解 我觉得很奇怪 柠檬这样的性格 SCP基金会的人事部门是怎么通过的 也许是因为他的其他特长 脑回路特长吗 你确定他是你的妹妹吗 如果不能确定的话 那就找个地方把他安置下来 收容SCP的时候 带着他我感觉是会出事的 等等 十点了 马上好梦再见来不及回首 你这 好不好吧 柠檬 过来这边 我们先在这过夜吧 柠檬 柠檬 人呢 睡得好舒服呀 嗯 嗯 裤子 柠檬 怎么我每次睡觉对了就会不见啊 啊 对讲机有留言 不理解 柠檬被SCP抓走了 你醒了以后快点来 拜拜 拜拜